cleaned,有這個頻道在 Brus shutdown 火吉祶寶 HALO 大家好 我是阿群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呢要是為大家帶治 Baba nuestros乳牛奶 上次已經回收了一個Bad End 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要繼續試試看別的End 那 我覺得我們從這邊開始好了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别的选项 那其他的部分应该可以做大量的快转 就可以跳到结局了对不对 快转 说不定这笔钱就能救了李香奈 然后怎么办呢 给李香奈看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 那个 good end的还是true end的不对 应该是true end的那个吧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我把存折里的两亿元给李香奈看 两亿 哈哈 金人的数目啊 不过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呢 旁边有个日记 我看一看 父母亲的遗产吗 我也是啊 要是这么有钱的话 就不用这样辛苦的欠债了 被车撞的这家伙 明明是有钱 却做足球社的主价 而且好朋友 看不惯人家吗 世上啊 超不平等的吧 小赤狼很明白的对吧 给他存折 那么我就收下这个存折啊 之前也说过 想要一个人活下去 已经不会再见面了吧 不过你也要保重啊 如果就是拿到这个存折之后 李香奈就等于是犯罪了 对不对 李香奈就这样离开 带着笑容离开哦 这样就好哦 从欠在地狱中 也要就李香奈的方法 就只有这么做哦 哦 所以 数日后 我在拉面店吃午餐 小电视机正播放的新闻报道 我应该要低沉的赏银 对不对 好像是窃盗案 我全身不寒而栗 显示在那里的名字是 李香奈 哦 还是我自己 BAD END ONE 打一步 哦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抓 所以才是这才是BAD END OK 哈哈 就是 果然还是要就是计划说 让那个家伙心甘情愿的把钱交出来之后 哦 所以 好那我们这样子才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哈哈哈哈 剧情走向 嗯 然后这边一样做快转 快转 快转 天啊 是这设计就是很方便 然后 这些 选项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把东西放回去 然后我们要你第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 然后 这一次绝对不可以跟他讨钱 哈哈 很好 那我们就快转快转咯 嗯 哈 你的份 不是的 哦 所以这时候就是要勇于承认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哈哈 这些钱啊 好歹是为了我去欠债去抢来的吧 妈 我 我也不会说这种道谢的话啦 兔兔 什么 还是真的是不一样 呃 巨尾很奇怪哦 哈哈 这怎么了 耍萨萌吗 那之后我们 变成常常一起游玩的伙伴哦 哦 然后呢 数个月后 櫻花盛开的季节到啦咯 哈哈哈哈 嘿嘿 又很壮观的荒花呢 小次啊 现在这样 鱼香 鱼香那一赛玩 有点 就有怪怪的感觉 哈哈 什么意思啊 哈哈 是 我们一起犯罪之类的 像是没发生过一样 平静的每天持续着 那种感觉 然后你们还是没有要在一起 哦 是一个 也太可爱了吧 你在发什么呆啊 小事啊 不是说今天也要请我吃拉面了吗 哦 不用说 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啊 啊 这 我不讲 我不只是想要是朋友啊 to end 在这个世界上 前 哈哈 什么跟什么啊 哈哈 然后就结束了吗 看来这个同人创作主要就是要把 可爱的唇妙奈将就是 对我们的鱼香奈就是最后耍猛了一下 对 哈哈 我就知道这个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见了 嗯 头拉就是对于这个系列是黑水晶大大之后再去做了同人创作这样子 然后其实因为他已经是就是大家都会知道是已经坏掉的部分 所以其实 嗯 整体的游戏它就是比较交代 有可能 主要故事的剧情 为什么的走向之类的 所以 其实 那还不错 就是可以把就是这个故事的主 路线 哈哈 交代也更完整这样子 好啦 纳薯牛奶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小品啦 那 就这个系列就到这边结束咯 哈哈 好啦 那一样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有任何意见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板 或者是在脸书专页留言给我 我会再次改进咯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一样下个系列 再见咯 游戏测试 原作者 卡龙 哈哈 那 就下一集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